理解了这首词 就理解了温提云的词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稍微细致一点的 来讲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写什么呢 大家刚才把它读一遍 应该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就是写一个女子的梳妆 小山重叠 金明灭 这是写它居住的环境 什么叫小山呢 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说 是指这个屏风 屏风上画的小山 还有一种解释是说什么呢 说是指它的眉毛 说有一种眉毛叫小山眉 我不同意第二种解释 我认为不是指小山眉 而是指屏风上的小山 为什么不是指小山眉呢 因为第三句明确地说 南起画峨眉 那说明这个女子 她画的眉毛是峨眉 就是那种大家很熟悉的 修长的眉毛 小山眉就是那种眉 画得很酷的 因为现在跨了看了 甚至还有几分恐怖的 把个眉毛画得像小山那样子 大家可以想象那眉毛 像小山 可能在当时来讲 在不服人当中讲 是一种很时髦的 现在就孰不可解 而且作者明确地说 是南起画峨眉 就是通常我们在座的 女同学画的这种眉毛 这叫峨眉 修长的眉毛 小山就是指屏风上的小山 小山重叠 因为那个屏风上的小山 它是重重叠叠的山满 什么叫金明灭呢 就是早晨的阳光 透过窗户照到屏风上面 金光闪烁 明灭就是闪烁嘛 一明一暗 阳光透过窗户 照在它的屏风上面 照在屏风上面的小山 小山是涂了金色的 所以叫金明灭 一明一暗 透过这一句 大家就可以看出 这个女子 应该是在物质生活上比较富有 普通人家的卧室里面 哪里有屏风啊 有屏风都是很讲究的人 在卧室里面才放的 在屏风上还画着小山 小山还投着金旗 而且太阳都出来了 透过窗户照到屏风了 它居然还没起来 那肯定是有钱的女子嘛 至少物质上是富有 要是贫穷的女子 早就起来干活了 是吧 所以这一句我们可以 通过它的实力环境的描写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身份 起码是一个有钱的人 避云余渡 香筛雪 这句写得比较香艳 避云就是指冰法嘛 但是为了把冰法要写得美一点 所以用一个云子来修饰 像云彩一样美丽的冰法 香筛 就是塞巴子嘛 它塞巴子用一个箱子修饰还不够 还要用个雪子来形容 就是既细利又香艳的那种塞巴子 那不是美人是什么 既细利又香 所以它的冰法啊 随着一阵小风啊 慢慢地吹过来吹过来吹过来 慢慢地要度过它的香筛了 从这里吹过来度过香筛了 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来写美丽 难起化额眉 因为太阳都出来了 人也醒了 但是就是难起 难起化额眉 难得起来 即便是后来起来了 但是弄装收洗的时候啊 动作也很慢 很迟缓 为什么要难起 为什么动作那么迟缓 那就是没心情嘛 那有心情 如果说今天有一件让它激动的事情 它还会难起吧 恐怕早早就起来了 兴术的收装了 然后就打低出门了 说明它是心情呢 不太好 但是 鼻径还是起来了 鼻径还是收装了 你看最后 装收好了 收好了就要照镜子啊 这个照镜子就很讲究了 不是一把镜子 是两把镜子 前后照 前面一把镜子 照它的头 正面嘛 后面还有一把镜子 这叫打反镜 前后照 照花前后镜 什么意思 说明很讲究 是吧 那么 前后镜子 照出来的形象 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花面交相印 它头上的花 和它的面孔 交相辉印 那不就是一个 美人了吗 交相辉印吗 好 照镜子完了之后呢 再就是穿袄子 乳就是短袄嘛 但这短袄不是一般的短袄 是裸乳 用铃裸做的短袄 而且呢 是绣裸乳 绣了花的 而且是新贴的花 这个花啊 有了花 它是有了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这个衣护的花 是绣在上面的 那这里面讲的 这个花是贴上去的 新贴绣裸乳 新贴绣裸乳贴的 那个是一个 什么样的图案呢 双双金褶骨 褶骨鸟 金色的褶骨鸟 而且是成双成对立 这骨鸟 字面解释 就是这样 你看不就是写个女子的书装吗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许多人都说 温天明的词是客观的 我不赞成 没有哪一个作家的作品 是纯客观的 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 都带主观色彩 王国伟先生讲 一切仅语皆奇语也 有些学者说 温天明的作品是客观的 伪装的作品是主观的 我不赞成 温天明的作品 同样是主观的 他写这个女子的书装 肯定是有他的主观一头的 他的主观一头在哪里呢 我们在这里就要分析 这个女性的形象 但是怎么分析呢 你看这个作品 几乎没有一句 没有一句是主观性的 感情书法 他的怨啊恨啊 或者期待啊 或者向往啊 没有一个主观性的词语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首词呢 所以我们要抓字眼 也就是词眼 我们读一首词 要抓他的词眼 这词眼是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 关键词 关键词 那么这个作品的关键词 在哪里呢 上片就是一个揽字 一个词字 下片呢 就是双双这两个字 它为什么要揽起 它为什么弄装收洗词 那就是没心情嘛 它为什么没心情呢 我们通过双双金浙骨可以看出来 就是用成双成对的金浙骨 来反称它的孤独 它是形单引之的 而浙骨的是成双成对的 那不是反称它的孤独吗 这一个孤独的 难起的 弄装收洗词的女子 最后毕竟是收装了 毕竟是收洗了 而且是非常认真的 非常讲究的收洗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说明这个女子 虽然没有心情 虽然感到孤单 但是内心里仍然怀着某种期待 我们可以用自身研究法 来理解这首作品 想想如果我们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 有的同学可以出去约会 有的同学就没地方好去 就懒得起来嘛 起来干什么 说心做个睡美人 但是最后还是起来了 还是有所期待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远地的同学 可能会来了 虽然不确定 但是也许会来嘛 所以就怀着期待 那也许她会来呢 所以我不仅要起来 我还要打扮一番 也许她来了 这就是期待 这叫自身研究法 所以我们说这个女子 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呢 是一个孤单的 同时又怀着某种期待的女子 就是通过她的梳妆 她梳妆的动作 她的那种 就体现了她的一种心情 这个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女子 是个什么样的女子之后 我们这就看看这个作品 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 要表达什么意思 如果仅仅写一个孤单的 同时又怀着某种期待的女子 你写这个女子是为什么呢 你要表达一个 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 是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实意的 同时又怀着追求和期待的女子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就给了后来的读者和批评家们 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许多人都在试图解释这首词 许多人都认为 词人是在借一个爱情上 十亿的女性 来写一个政治上十亿的文史 这一个十亿的女性 政治上十亿的文史 这是古人的传统 这个传统从礼仪梢就开始了 你看清代有个著名的长洲词派 长洲词派的创始人张慧言 他就这样讲 他说此感事不欲 就是有感于事不欲 事就是知识分子 有感于知识分子一生的不得自言 偏法反复长蒙户 长蒙户是谁的作品呢 对 史玛项如的作品 史玛项如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呢 是为陈皇后写的 陈皇后阿娇 陈皇后阿娇啊 小的时候啊 非常的得汉武帝喜欢 有一次 阿娇的母亲 也就是汉武帝的姑妈 问汉武帝 那个是汉武帝才五岁 问他 说你要不要媳妇啊 他说我要啊 他姑妈说好 那就把阿娇嫁给你吧 汉武帝说 如果把阿娇嫁给我 我就做个金屋子 这就是金屋长娇的来历 后来真的是 阿娇就嫁给他了 但是汉武帝这人呢 很多情 他不是喜欢一个阿娇 他还喜欢李夫人 还喜欢魏子夫 最后来他就宠爱了李夫人之后啊 这个阿娇娃就凑劲大发 凑劲了汉武帝就很生气 就把他打入长门宫 打入冷宫 打入冷宫 这个阿娇娃 还不愿意接受这个失败的现实 他用了一百斤金子 去找司马向入 一百斤金子 据司马向入讲 他说 陈皇后拿一百斤金子 可向入文君治酒 就是可司马向入夫妇买酒喝 要了他写长门妇 他写了 在长门妇里面 写了陈皇后的后悔 反思 检讨 表示从此以后 再不吃醋 做好后宫的领导人 司马向入说是这篇服感动了汉武帝 然后汉武帝就把陈皇后又接回去了 官夫原子 其实不是这样 司马向入有点吹牛 他没有感动汉武帝 陈皇后的银子白发了 白发了 金子 不是银子 这篇法反过长门妇 长门妇就是写一个十亿的女性的故事 写一个十亿的女性的心里 南起二字 含后文情事 后文写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南起啊 因为双双金子而故 照花二句 泥梢出福之意 什么意思 泥梢里面不是有 出记于陈言戏 后反顾而有他 写他和楚怀王 已经约好了 约好了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见面 讨论国家大事了 后来楚怀王听了那些 小人的挑说 不再见取缘了 这就是出福之意 出记于陈言戏 最初已经跟我说好了 后反过了他 后来又改变主意了 所以照花二句 泥梢出福之意 张会员的话 不论说是空穴来风 张会员的问题 就在于讲得太具体 太肯定 反而招致 后来的读者的不满 你说这个作品 有寄托就够了 你还要说得那么具体 请问你的证据呢 你又拿不出证据来 因为一个作品 究竟有没有寄托 在许多时候 它是没有证据的 它只能是让读者 根据作品所写的内容 在联系作者的声势 来进行联想 他没有确凿证据 你张会员说的这样具体 所以人家就反感 你如果要不说 照话二句 你一说出福之意 你不要说这一类 你不要说偏法 仿佛长门户 你不说这么具体 反而还好些 正因为他说得太具体 太肯定 所以招致不满 你比方说王国伟 这是著名词学家吧 王国伟怎么说 他在人间词话里面讲 他说 故在高文之为词也 非亲菩萨满 永述点点花 子瞻补扇子 皆信道之作 有何秘义 皆被高文声文罗字 那就是否定了 张会员的观点 张会员字高文嘛 故在什么叫故在 就是此能僵化顽固 说他为词 就是他平能词 像温廷云的菩萨满 温廷云字非亲嘛 永述是欧阳修嘛 欧阳修的点点花 还有苏子瞻 就是苏式的补扇子 皆信道之作 就是信首年来 感信之作 有何秘义 哪里有什么寄托 皆被高文声文罗字 这个张高文在这里 就牵强互惠 交注古色 好 王国伟是著名的词学家 大学者 他这样一批了张会员之后 后来许多人都听从了张会员的 听着王国伟的意见 尤其是王国伟的那些崇拜者 那些粉丝们 无一例外的都是这样的 看在温天云这种词 说他没有什么寄托 说张会员在这里牵强附会 但是我不这样认为 张会员的话 虽然有时候说的有些牵强附会 王国伟虽然是大学者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温天云这种词 还是有寄托的 张会员并没有错 他只是说的太具体 我们可以想想 温天云一生势头诗意 这个诗意的心情 我们是理解的 你比方说 他有一首诗 叫《过成林墓》 成林啊 就是三国时候的成林啊 他说 曾于青史见遗文 近日飘膨过此坟 此刻有灵因死我 霸财无主死年君 此林埋没长野草 同却荒凉对木云 莫怪林峰被惆怅 于江书见学从君 就是我在青史上 看到过你成林的遗文 现在我像一个漂棚一样的 经过你的坟墓 如果你还有林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 因为我们是一代相知嘛 如果你有林 你应该知道我 你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 你总是碰不到民主 所以叫霸财无主死年君嘛 你这是说成林 其实就是在说自己嘛 是吧 现在看看你的林墓 石林埋没长野草 你的坟前的那个碑啊 那上面的坐的一些石林呢 都埋没着野草 而同却荒凉 而草草了 当年你的那个祖子呢 他的同却台呢 也是一片荒凉 对着木云 莫怪林峰被惆怅 不要怪我林峰的时候 如此的惆怅 我要于江苏界学从军 我从此以后 我不维闻啊 我要去做一个武夫 做一个将军 做一个将士 那才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不就是唐代人的 普遍的价值追求嘛 所以说温丽云 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 而菩萨蛮十四首呢 又据说是在宰相 令狐逃的授意之下 写给宣宗皇帝的 你想想 他作为一个不得志的人 又有这个机会 可以向皇帝进言 他怎么就没有这种可能 在作品当中 表达一点 政治上的实意之感呢 大家想想看看 他借这个机会 在作品里面 表达一些实意之感 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由于菩萨蛮 是交给歌女们去演唱的 他不可能明确地说 一个文士的失落 或者期待 所以还要借一个 女性的失落和期待 来再表达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 孟子所说的 知人认识的话 我们联系温丽云的 他的遭遇 他当时的情景 在来理解这种词 所以说他有寄托 不是没有道理的 唐五代的词和南宋词不一样 南宋有些作品的寄托 是可以考证得出来的 因为有些作品它背后往往就有一段历史故事 可以考证 唐五代的词呢 它是不容易考证的 唐五代的词的寄托 它是在有寄托和无寄托之间 它不可以指识 但是又不能全盘否定 事实上 有寄托和无寄托之间 才是寄托的最高境界 你感觉这个作品 好像不仅仅是在写爱情 应该还写了别的 你感觉 但是理由考证不出来 就是这样 这就叫运味无穷 如果像有些人的作品 严禁意禁 你写个爱情 爱情写完了就完了 问我什么时候回顾你 我告诉你 大约在东晋 这叫严禁意禁 没有回味的余地吗 这就叫回味的余地 哇